好,我们刚才打那个是标题投影片 我们新增了三张投影片 好,那我们三张投影片要加上标题跟内文 那我们切换到资料夹里面来 把我们的文字档啊,把它复制啊 先复制标题的部分 好,然后切换到我们的投影片来 注标题,把它贴上 好,那依此类推 复标就是我们的内文 把它复制,然后贴过来 好,不用自己打那么多字 这个是课程简介 Ctrl-V,Ctrl-C复制 Ctrl-V贴上也可以 好,按右键复制 按右键贴上也可以 好,就把它复制过来 有三张投影片要贴 这个把它复制 贴上 好,来三张投影片 把它分别贴过来 那贴过来之后 我们加上这个背景 因为它白色的嘛 从设计这里啊 加上这个布景主题 好,布景主题可以全部展开来 然后选一个样式 你点一个样式 它会同系列 第一张会跟其他张不同 因为第一张是标题投影片 会跟其他张不一样 可是同系列 有没有发现 它的颜色是一样的 好,不会一模一样 可是同系列的 好,你就选一个喜欢的 好,那这个是同系列部分 很少人会去用不同颜色啦 那如果用不同颜色 当然也可以设定 好,比如说我第二张 我要蓝色的这个 好,那我都对着它按右键 它可以去套用至选定的投影片 那这张都变蓝色 好,那这张我想要黑色 按右键 套用至选定投影片 这张都变黑色 好,那每一张不同也可以 可是这样有点怪 好,比如说我要这个 再把它恢复 按右键 套用至所有投影片 又恢复了 好,那我套用这一种的 好,那你要哪一种布景主题 好,你选一个 好,先把文字复制过来 然后选一个布景主题 再设计哦,说你标签 好,那你看它套用进来之后 它的版面就会改了 有没有,主标题它会靠左 然后这个是内文的地方 好,有页码 等一下页码放在这里 好,待会我们加上页码部分 好,来 好